弟兄姐妹平安 你有多久没有赞美神赞美人呢 有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 书中教导我们 若学会在凡事上赞美神 心存喜乐 神迹与能力 必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凯勒斯牧师深信 赞美是最高形式的祷告 能够释放巨大的能力 书中提到一位年轻人吉姆 三十年来受到父亲酗酒的问题 痛苦不堪 有一天 当他和家人开始为父亲的酗酒 感谢主赞美主 相信爸爸的情况 是上帝在他生命中奇妙的安排 不再沮丧抱怨 一股新的力量和期待充满他们 第二天 父亲来吉姆家中晚餐 以往他都是吃完饭立刻离开 没想到那晚 爸爸直接问吉姆 你对耶稣有何看法 耶稣真的可以让人脱离酒饮吗 吉姆终于有机会 和父亲坦诚讨论基督教教义 过了几个礼拜 吉姆的父亲承认酗酒的问题 并认罪悔改祈求耶稣基督的帮助 他完全脱离了酒饮 吉姆说 我们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祈求神改变我爸爸 但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为我们的处境赞美他 结果却如此奇妙 赞美神就是颂扬 遵从称赞神 为逆境病痛和困难赞美神 就表示我们接受这一切的发生 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之一 若我们不感谢神所赐予的种种 我们就不能真正赞美他 赞美神就是感谢神 以喜悦神的安排 赞美神就是相信神会为一切发生的事负责 赞美神就会发出感恩及喜悦 信心越来越坚强 今天的经文诗篇一百篇 诗人呼吁世人要赞美约合华神 要欢喜事奉永恒的上主 人都是上帝所造 他喜悦照顾每一个人 上帝好像慈祥的牧羊人 我们好像草原上快乐的小羊 如果有凶狠的野狼攻击小羊 牧羊人就会尽力保护照顾 替我们赐退邪恶的攻击者 因为牧羊人的本性就是善 就是慈爱 就是诚实可靠 他绝对不会丢弃他的羊儿不顾 我们甘心乐意接受牧羊人的牧羊 进入他的草场吗 还是故意跑到危险的草场外去受试探 或是陷落在阴暗的幽谷中 抱怨辱骂忧伤 不愿意来投靠上主呢 当我们接受苦难并感谢神 相信神允许苦难发生 也必让苦难过去 神常常会释下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使情况改变 完全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 当我们用感谢和赞美 来表达我们真正信靠他时 他必负责到底 愿神释下感谢赞美的灵 让我们不论在任何处境 都能够开口赞美他 感谢赞美的灵